今天的视频是爱用品 就是我非常爱拍 也非常喜欢在YouTube上面看的一个主题 因为可以了解到大家 每个月喜欢用的东西 还有可以得到一些产品的资讯 好那么我们就开始 这次的东西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6月份和7月份 两个月的时间 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些单品 那我就从彩妆顺序开始说 然后这个月呢我没有护肤品 就全是彩妆 所以这个视频就会很快速的完成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个 Tarte的这个热带雨淋的Water Foundation 它非常非常好用 非常适合现在夏天这种非常热的季节 因为它就是很水润的质地 然后有一点点流动性很强 大家可以看出我几滴在我的手上之后呢 它就会慢慢的就是流下去 就是它的遮盖力是属于中等遮盖力 妆效是很自然的妆效 但是它就完全不会脱妆 而且也不会闷住 闷住毛孔的感觉 就是非常非常好推开的这种粉底液 很轻薄 然后如果夏天那么热的时候 再上很厚重的一些粉底液的话 就非常非常容易脱妆 所以这个在夏天 如果做好定妆 还有妆前的控油的话 它可以持续5-6个小时是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那么热的天 就是真的没有办法保证任何粉底也不妥妆 但现在它这瓶是我用到现在 我觉得最适合我现在肌肤的情况 还有现在的季节来用的 然后它的妆效就是属于很自然的妆效 没有很强的遮盖力 但是妆感还是蛮好看的 就是我还是挺喜欢的 我这个月最爱的一个眼影盘 它是Makeup Revolution的一个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 它是一个英国的开价品牌 有在dupe一些高端产品的一些眼影盘 像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它的概念就是 综合了too face的桃子盘 还有那个anastasia那个文艺复兴盘 而得到的这一个盘 但我觉得这个盘要比其他两个眼影盘更好看 然后呢它价格也很便宜 性质还比特别高 这个盘就是我在7月份的时候有直播过一次 就是当时是第一次化嘛 然后我直播完之后呢 我就基本上一个月整个月 我都是化眼妆都是在用它 真的是在我生命里面 这件事情是很难发生的一件事情 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换不同的眼影 很少有用一个眼影盘超过两三次 这样连续用 但是这盘我真的超爱 用了基本上可能十多二十次这个月 超爱用 而且它的粉非常的显色 非常的细腻也很好画 还可以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妆感 然后最近夏天嘛 这些蜜桃的颜色啊 有点偏红棕色的 我觉得也很适合夏天来画 夏天呢怎么可能少了bronzer呢 这个月我拍很多视频里面 我都有一直在反复说 我真的超爱这一个 我爱它真的 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店友在卖它 所以我爱它 我真的是因为觉得它妆效真的太好看了 而且 它这个椰子奶油味 我觉得就是超香的 超好闻 然后呢 它的颜色就是很自然的这种 带有光泽感的 微微光泽感的一个bronzer 它就是可以全脸刷的 我是全脸用它 不是用来修容的 我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扇形刷 然后从额头发际线开始 全裹的地方全部都刷一遍 然后呢 妆感就会显得是夏天的 很自然那种晒黑 有点晒的小麦季的那种感觉 如果大家没有试过的话 一定要试试他们家的东西 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其貌不谣 然后这个bronzer就是我现在用到 现在我觉得 让我最开心 最好用的一个bronzer 比任何高端产品 我觉得都要好用 然后下面呢 一个还是他们家的这个 蝴蝶结的这个高光 但是呢 我把它看作是一个多功能的盘 你知道 他们家 Physicians Formula 他们家的东西 多数都是用于多功能 打劫 因为它这个里面呢 你们可以是一格一格的这种组合嘛 然后它里面有香槟的颜色 有偏粉的颜色 还有比较白的珠光色 就是可以用来当打亮 也可以用来当眼影 我觉得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呢 它后面有附一个这个 海绵棒斜角的 还有一个这种 还有一个这种刷子 对 然后一个镜子 后面其实是有说一下 它怎么用 它也官方也是说 可以用来当眼影啊 什么的 面部和眼部的 一个多功能的盘 我很喜欢用 下面这个 比较深的这一区 来当眼影 就是一个颜色 就可以涂得很好看的 这种 这么一个高光 性价比还蛮高的 而且它包装也很可爱 对 他们家的包装 就是走这种 很独特的风格 接下来呢 还是一个眼影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看我化妆视频呢 就知道我特别喜欢 用一个这种 哑光的背壳色 作为一个眼部的 打底色 就是这个颜色 上上去之后呢 会让后续的眼影 非常好容易的晕开 可以把眼皮上面的 暗沉 还有眼部打底膏的 那个粘性给覆盖掉 然后呢 眼影就会非常好晕染 而且呢 上完眼影之后 用这种颜色来 做后续的 整理眼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眼妆可以看起来 非常干净 因为我 用的涉涉 有一点点的 小铁皮 对 这是我的 好多个 我已经用这个眼影 用了好多个了 还没说它是 Widdle Wild 这个单色眼影 叫做 25EA Rule 手臂没有这样的 打底色的话 就可以买这个 这个价格 真的非常非常便宜 你们可以试试看 接下来就是两个 唇膏 也是Widdle Wild 加的 这样的唇膏 真真的是 我这个月也是 一直在擦 就 我不化妆的时候 我也会擦的 这种唇膏 就让 素颜的气色 瞬间提升 一个是非常非常 火的色号 也是我最爱的 叫做925B Goodme Mocha 这颜色就是真的 好看的豆沙色 非常提气色 而且任何 肤色我都可以用 我妹妹的肤色 比我黑 可能两个色好 她用起来 也非常好看 而且她也觉得 很提气色 就是 比我白的人用 肯定更好看 这个颜色就是 那天 傲娇跟我聊天的时候 她有说 是不是跟那个 看完毕的 Lolita很像 我觉得 是有那么一点点像 但是她要比 Lolita还要 漂亮100倍 而且等她 完全干掉之后 她真的是 完全 不会脱妆 就涂她出去 吃一个饭回来 你的唇膏 还在的那种 对 当然你吃饭 就建议还是把唇膏擦掉 然后另一个颜色 也是我很喜欢的 是922B Coral Corruption 是一个好看到 爆炸的珊瑚色 这个颜色 就非常适合夏天 我夏天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 蜜桃珊瑚色系的彩妆 因为我觉得 会让气色整个很好 然后人也显得 很阳光的感觉 这个唇膏 我觉得和这个影影盘 就是妆效搭配 起来真的好搭 所以我这个月 整个月 都有在用它们俩 然后那次我直播的时候 有示范的一遍 就是这个唇膏 擦在嘴上面之后 它就真的完全不掉 就是不会有任何的 掉色的问题 就是夏天 如果你觉得 你要想要一个 很持久的唇妆 你完全可以选这个 而且真的就是 性价一之王 最近WiddleWiddle 真的非常非常的火 然后它们就有很多 好用的产品 就是值得跟大家分享 那么就今天就是 先分享这两个小唇膏 以上讲完了 这个东西超级少 然后就快速带过 希望你们看得开心 下个视频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